花多少钱可以成为贵族 在美国要5万美元 在英国要700美元 但在西兰公国 你只要花上9美元 就能买到一个爵位 在全世界所有的私人国家里 西兰公国的知名度算是非常高的 他之所以会这么出名 除了拥有物美价廉的爵位套餐外 还因为西兰国王的人生经历 不仅荒诞而且传奇 那么他究竟有哪些经历 西兰公国这份私人国家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这位在公海上建国的电台国王 帕迪·罗伊贝茨 西兰公国是世界上最知名的 私人国家之一 与其说它是一个国家 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同好会 在圈地自盟 因为西兰公国的国土面积 非常非常小 只有550平方米 包括国王和王后在内的 常住人口也仅有5人 而这么小的国家 之所以能坚挺到现在 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也非常特殊 西兰公国位于一个叫 诺涛塔的防空塔上 这座塔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 当时英国被德国空军轰炸的焦头烂额 因此不顾国际法的规定 在公海上建了一圈防空塔 其中就包括这座诺涛塔 这座塔是由一艘废弃的博船改造而成 此外还有两座塔楼 总面积550平方米 能容纳300名英军 二战结束后 英军就回去了 而这些防空塔因为是建在公海上 所以也不方便坠毁 财大气粗的英国就随手废弃在了那里 但没想到这一念之差就让别人捡了便宜 1967年 一名叫做罗伊的英国陆军少校 带着自己的妻子 偷偷乘船来到了诺涛塔 并宣布自己拥有这座塔的主权 周围12海里都是自己的领土 一夜之间 这位陆军少校又拥有了360度无敌海景房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说法在国际法上行不行得通 但当时也没人站出来反对 其实在最开始 罗伊也没想过要称帝称王 他到陆涛塔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来搞个电台 1967年 英国开始对无线电台进行管制 但罗伊夫妻都是音乐爱好者 特别对摇滚乐情有独钟 刚好在当兵期间 罗伊负责过一段时间海上移动性广播设施 因此就萌生了到公海上弄个海盗电台的想法 向过往传知播放自己的音乐 但在做了一段时间后 罗伊发现 公海竟然真的是法外之地 一直都没人来管自己 他觉得竟然都弄了海盗电台 为什么不干脆建个国呢 于是在1967年9月2日 罗伊在家人和粉丝的见证下 单方面宣布成立西兰公国 自封为西兰公国罗伊亲王殿下 其实在公海上建国 除了比较怕张三这样的法外狂徒外 一般也没什么事 但罗伊却因为一时冲动 惹怒了老东家英国 从此以后 双方就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缠绵匪测 当一个国土面积只有550平方米的国家 突然和英国开战时 会发生什么呢 1968年 一艘英国的巡逻舰路过了西兰公国 其实当时这艘巡逻舰根本没注意到 有人在这自立为王 但罗伊却不这么想 他看到英军后马上就慌了 对着巡逻舰就开了几枪 还顺手丢了个燃烧瓶 突然遇袭后英军懵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座废弃的防空塔里竟然还有人 为了避免被埋伏 这对英军决定保存实力 先撤退一步 英军撤退后 罗伊亲王知道这事难不下去了 于是致电英国 表示我们西兰公国要和你们英国建交了 并要求英国承认西兰公国的主权 英国政府知道这件事之后也懵了 他们同样没想到 竟然会有几个英国人 在英国人建的防空塔里 宣称要建立新政 还要和自己建交 百思不得其解下 英国政府决定 既然你们要聊 那就当面聊吧 于是派了一小队人马 空降西兰公国 把国王和王子双双俘虏了回来 这件事情也被称为 西兰公国版的靖康尺 英国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但当把罗伊父子送上法庭时 法官们更懵了 英国是一个讲法律的国家 只是英国法律的制定者 也没想到多年后 竟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结果就让罗伊赶上了这个空子 在翻阅了所有法律文件后 英国法院始终无法 为罗伊的行为定罪 最后只好将他无罪释放 安全回国后 罗伊觉得 既然英国没有惩罚自己 那是不是就等于承认我的地位了 于是他越来越放飞自我 竟然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主权国家 还打算和更多国家建交 没有灵感的时候 罗伊就会坐着飞机访问各个国家 要求对方承认自己的地位 为了这件事 英国还组织了一支使团 专门跟着罗伊 在公海上就自己建立了个数据中心 帮一些盗版网站储存资源 结果有一天 西兰公国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 英国得失这件事后 立刻派遣了一支海上消防队 帮忙扑灭了火灾 不然西兰公国就因为这场 突如其来的火灾而亡国了 所以总的来说 西兰公国和英国的关系 基本上还是属于相爱相杀 但有一个人却是真的 想推翻罗伊政府 建立新政府 这个人就是西兰公国首相 亚历山大 阿亨巴赫 俗话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而有江湖就会有权力之争 虽然西兰公国的常住人口只有五人 但依然无法阻止一些人 打算谋朝篡位 另立中央 1988年 亚历山大趁国王外出 带着几名雇佣兵 偷袭了西兰公国 俘虏了王子和王后 并宣布自己将接管西兰公国 得知此事后 罗伊怒不可遏 作为开国之君 他自然不是那么好相处的 没等亚历山大得意几天 罗伊就御驾亲征 也带着几名雇佣兵 空降西兰公国 很快就制服了乱臣贼子亚历山大 将他收押在了西兰公国的监狱 也就是地下室里 但不巧的是 这个亚历山大虽然是西兰首相 实际上却是名德国人 德国政府知道这件事后 就派人来进行交涉 经过数月谈判后 罗伊释放了亚历山大 可他没想到 这一放就酿成了大坏 回到德国后 亚历山大竟然成立了 一个西兰公国的流亡政府 还自封为西兰公国首相 兼舒米院长 和罗伊打起了擂台 谁能想到 在这个仅有550平方米的国家里 竟然还出了这么多卧龙凤厨 但罗伊毕竟是西兰政策 双方在纠缠了数十年后 还是罗伊技高一筹 靠寿命优势熬走了亚历山大 西兰公国的政局也重回稳定 不过在经历了这么多世事非非后 罗伊也对这件事感到了厌倦 再加上年事已高 就产生了算了毁灭吧的想法 公开在网上出售西兰公国的主权 售价6500万美元 这个消息在网上曾经轰弄一时 有很多人来咨询 但最后都没有成交 有这么多钱干点啥不好呢 为啥非要买个公海上的防空塔 不过除了主权之外 罗伊也卖银海 前些年就有几名微商 集资拼了一块回来 国家又卖不出去 数据中心也有安全隐患 那么西兰公国到底是靠什么 来充营国库呢 首先就是我们开头介绍的 爵位套餐 只需要9美元 你就能够成为西兰公国的贵族 即使是买最贵的亲王爵位 也只需要大概3000美元 可以说是非常物美价廉 此外 西兰公国还开放了 全国一日游活动 这项活动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 并凑齐五个人才能成团 当天罗伊亲王会亲自开船来接游客 天子驾车 这种待遇在其他地方可享受不到 至于为什么是国王亲自接待 主要还是因为西兰公国并没有串门的船夫 而且你到时候坐什么船也完全随机 这取决于当天国王租到了什么船 总的来说 西兰公国虽然并不算大富大贵 但也能自给自足 自得其乐 但正所谓聚散中有时 罗伊亲王殿下虽然能荡平泪乱 让英国毫无办法 却也没办法击败时间 2012年10月 西兰公国发布普告 罗伊亲王殿下驾崩 享年90岁 一代天骄 就此 臣归臣 土归土 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你会花上9美元 买一个西兰公国的爵位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点赞 转发三连一下 一起了解更多国外大佬的神奇故事